共同理念 全民發聲 By Radio 2011 同慶眾分享有上世紀80年代至今日的地區工作經驗 由街頭片岸至鐵路興建 一日移民為本 人民力量 主持陳惟劍 逢星期五萬十至十一點半 By Radio強勢出擊 社會公義以民為本 民主民生地區事務 人民力量 節目主持陳偉業 人民力量又和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說舊市中心的舊單位、舊樓 例如劏房的問題、環境的問題 和市區、舊市中心或者舊區 復收或重建的問題 我們今天請了兩位資深的嘉賓 潘伯和Helen 潘伯本身是官堂的舊樓業主的朋友 其實過去十幾年關於舊區的問題 由舊樓業主的問題 她都經歷過不少苦楚 Helen是市區重建的朋友熟悉 這個官堂也好 油漿網、深水埗也好 很多人都很熟悉Helen 因為她在舊區重建或者爭取舊區業主的居民權益 過去十幾年就不為餘歷 走遍香港九龍新界很多的地區 我們剛才講講舊樓的問題 潘伯你比較熟悉 你作為舊樓的業主 過去都面對很多苦楚 最近的人懂劏房就懂得賺錢 你將一個單位一千呎 劏了七、八個單位 隨時收兩、三萬元租 一個單位七、八十呎 隨時收兩、三千元租 但是作為舊樓業主 你如果不太懂得投資 或者不太懂得利用 一般這樣租出去 想收租多多少有限 舊樓的租給人家都是三、幾千元而已 現在不止了 以前十年八年前就三、四千元 現在就比較好一點 現在很稠度有四、五千元左右 一般舊樓租給人家 你們舊樓租的一般都是租給新移民 或者是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真的行動不太方便的人 例如我在舊區那裏 見到很多住舊樓的那些 很多都是年老無依 或者是一些新來港人士 或者是一些可能在找工作 或者是在轉工期間 需要在舊區那裏附近出入 而特別租一些單位 一般的環境都幾惡劣 環境呢 你說普普通通 那些全部都是低下產量的小市民 你說有高… 所謂那些職業高上的那些 都不會走那些地方租 你那個業權是有了多久? 業權 即是你那個陳物業? 十幾年了 即是你買的時候 是一向住開還是買來投資? 我不是很來投資 我六十多歲那時候 以前是回大陸工作的 老實說 大陸工作沒得做收藏倒閉 我沒有工作 我回到來 我當然想自己少少的積蓄 即是儲了很多積蓄在那裏 買一個新樓我買不起的 買了夠多 即是想過去買一年 我還是供的 都不是一次過 我根本就不可能一次過買的 還是供的 當時買來自住嗎? 我買來自住的 氣管也有問題 肺炎也有問題 那肺炎也有問題 有醫生證明什麼都有了 那你買的 即是觀塘的舊樓 都是打算接近診所 接近醫院 一來交通方便 交通方便 二來價錢便宜 因為我們老人當然是買這些樓的 你叫我真的不懂買那些期 那些樓當然沒有 但是當時自己買那些舊樓 你有沒有計算呢? 譬如給了首期之後 自己住一部分 另一部分可能間房租給人 就用來收租 租金就當部份供樓 可能部份自己生活 有沒有這樣計劃? 有這樣的 我以前沒有收入 什麼都沒有了 就想自己住一個房間 或者租間一個房間 幫不補客 但是譬如你住那幢樓 或者附近 都是舊區舊樓 附近那些的單位 當不好像是你那樣 是個退休 或者半退休人士 買來都是一半自己住 一半租出去 當不都是這樣的? 多的 那裡的地方 前輩老人家多了 前輩老人家多了 全部都是寶寶 老人家 全部都是 有本的 有寬法 那些老人家住在一起 應該很開心 整群老人家住在一起 其實那些是很不捨得的 不過政府說過 口響說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 改善什麼那些 我那些 這適合重建要拆的問題 但是住了十幾年 鄰舍都熟了 大家好像老友記 就是這樣 這個是好的一面 環境方面 譬如我們很多時候 看到舊樓 外場破裂 石屎剝落 流水問題又嚴重 這些就是 不不不不不 這個就是 隔油的 舊樓 多了 就是多小問題來講 早十年八年前 香港市有一段期間 那些農屋問題很嚴重 我們那時候去大角咀也好 深水埗也好 全班我都見過 或者進去的舊單位 三層 三層的農屋 那些人要爬梯上去 然後要捐進去 那個危險都很嚴重 政府就取締了農屋 就是那個規管嚴謹了 以前你們那裡 有沒有些農屋情況 農屋 我以那些 觀塘區 都沒有那種情況 多數都是老人家自己住的 哇 租都是一個房間 半個房間 間兩三個房間 自己住 那些房間幾大 你們那些 我的房間都是幾十尺 那些樓 即是他們在房間就沒有再間了 沒有了 可能買張床 整張桌 放個電飯煲 沒有洗手盆 沒有 沒有債家公用的 即是公用廁所 就是公用廁所 那麽 在你這裏呢 這個光廠的情況 光廠的情況 我 以我數字都是 前的三四年度 三歲暴居 開始普及 不是 它比較確實 因為是1997年那段時期 樓價很貴的 還有租金相應都標得很緊要 變成好人 比如說我一個人在觀雄做事 我家裡在水圍 我必須在租金房 有時你一分工的時候很方便 這就是一部份人 在業主立場來說 我現在樓價這麼貴 一個月剛成一萬多元 通開三間我才有租租一萬多元去覆蓋租值 如果我是這樣租出去 我第一 貴第二 我的回報率 供樓貴的回報率低 它就想到這件事 大家是一個互相呼應 有市場有需求 其實我自己印象在1997年後 會套房才是比較放拔的 在1997年之前 我就少一點都有 我自己因為有個朋友 他在觀雄做了不少 有個都做了很多套房 我就看著他一直做這件事 雖然現在政府有提到通訪問題 引起火災 安全風險問題 其實想深一層 你已經是一個社會的需要 一個市場的需要 你如果是真真正正的叫業子 查回 還原 那這幫租客 不知道他們怎樣安置 你政府有沒有這麼多公屋給他呢 和他的社區網絡 他以前就破壞了 所以覺得通訪的事情 已經是履積下來的事實 你怎樣去因應山的承登風險呢 風險問題 我們稍後再談 劏房那個存在 Helen 剛才你說的 基於97的樓價高峰 那些人供樓辛苦 另外有一些可能是一些短暫 可能在一個區那裡要做事 或者一些特殊理由 就暫時租住先 其實你說那個暫時租住先 其實早七八年前 我在東涌都見過家庭是這樣 他一家四口 就在沙基灣 基於這個 偏配這個公屋 一配就配了來東涌 哇 東涌的車費很貴的 那他一家四口 那些小孩要上學 麥大人又要上班 那他們計過條數呢 就是一家四口 只是那個交通費 都要一百多元一天 那他計過條數 我在沙基灣租間房 都可能是二千多元 這個差不多七八年前 那他們就一至五 就在這個沙基灣租間房住 那就星期六天 接回來這個東涌的公屋 就省了一些 一來省了這個車費 二來就省了這個時間 因為你天天 哇 真是從東涌 這個交通來回都很辛苦 那很明顯那個交通費 但是呢 是導注到部分 就是那些市民呢 可能是基於工作也好 家庭需要也好 或者是上學也好 那在某些地方租住一個很小的單位 那第二個理由 就是那個樓價飆升了 那時候的負資產很嚴重 那些負資產供不起的 就被銀行當銀豬盤追 那時候我們都搞過這個 這個虎業主大聯盟 這個負資產大聯盟 就是都見到很多很苦楚 那劏房就似乎是一個出路 就是我自己住一部分 另外那些就間了兩三個 就是收租的 其實劏房 跟以前就是 大家看電視看得多 72家房客那些 其實有點像的 就是以前那些的單位 我想所有的舊區都很多 比如那些舊區那些七層高那些 那一間七八間這樣 那每人一間間開 但是以前那些這樣的間房 就沒有獨立廁所 沒有獨立廚房的 就共用廁所共用廚房 哇 又有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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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水電錶 獨立水電錶 很神奇 很小的 剛剛閉上那張床 是吧 就是放兩張床 滾架床 肯定滾架床 是吧 那這個劏房的出現 就是一個很小的單位裏面 這100呎左右 就有這麼多東西 這個這樣的設計 你覺得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第一那個 最招票說我是出來租的 我租成層樓 我負擔不起 又不需要 那明知這間100呎 如果計程座 是貴過整個單位 但是我根據我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需要 那就 還有一個獨立空間 有個獨立電錶 水錶 還有冷氣 廁所 全部都是自己控制的 就是不會說大家公養你 你熟悉那些業主的心態 是不是劏房 它有獨立電錶 獨立水錶 有個獨立空間 雖然小 很多人可能坐在床那裡看電視 沒有沙發這些東西 會不會那個劏房 當你有獨立空間 特別有獨立廁所的時候呢 那個租金是可以租高一些呢 會的 會的 一定是的 因為如果計程座 你整個單位租 還有那個套房的租值 大概可以給到兩倍左右 比如說這層樓可以做四千元 但如果你通開 大概可以兩倍 即是不計租霸 不夠租的風險 一齊 空置這些 正常來說 如果收足租大概是兩倍左右 但你要靠出一個建築成本 譬如說現在建築費都很貴 一間套房裝出來都要五萬左右 那你預了要大概 你收的租要兩年 才能蓋回你那個維收費的前期投資的 那如果長期來說 是做一個一次性呢 就是投資來說 前兩年就沒有什麼收費 這個分別 譬如你平時租的房間 譬如六七十尺 是不是可以放兩張床 那類的 那時候那類的 不要講加壓的升值的問題 如果你說同時間 譬如說三四年前 一個獨立房間 可能都是租千多元左右 不止 我不是說劏房 不是說劏房 是七十尺 一個單位不止 說實量面積大概 最少都三八尺左右 譬如說尺計 譬如那些獨立房間 不是劏房 那些共用廁所那些 譬如七八十尺那些 那時候租都是大約二十元尺左右 十萬二十元尺左右 但是如果要同時期計 劏房 如果你計算面積 例如一百尺那些 譬如一百尺左右 那些劏房 你計算起來 大約一百尺 那就計算起來 那些租了成三千元的 沒有三倍那麼多 不是三倍 就是租了成三千元 變成成三十元尺 三十元尺 就是看你本身的中山 我知道 但是一般那個比較 譬如你劏房 獨立廁所 逐尺計 都起碼貴成三成的 有沒有 看哪個區 如果講到區就有 就是有沒有貴成三成呢 如果你觀塘深水埗 講劏房 講劏房 和普通獨立房間 共用廁所的計算 它其實就這樣 不是三不三成的問題 現在就不輕大家公養的 不輕公養 除非你說給老公那些 其實就 你一搞那些 就很少人肯租 不是說貴同平問題 是個市場的需要 人家覺得 出租率的問題 出租率的問題 劏房就肯定容易租 現在的人 出於這個 就是要自己獨立空間 我家大小都好 我身為個賭盤 裏面我就說 不用跟人家爭廁所 爭廁房 五六十年代 那些人來香港都知道的了 每個人都爭過廁所 就打架 只要有給我去上班 就是爭 煮飯爭 爭過火水路 現在的劏房 就善認你現在 目前的現世需要 每個人都不時跟人爭 自己家人的那些 即出租率肯定高些 容易租出些 容易租出些 業主都說了 業主有些都說了 那些回報率的 剛才你說過 住舊區那些 舊樓那些 以前租房都是老人家 是啊是啊 但是劏房方面 會不會是逐步 租客是年輕化呢 是啊 都是 反而老人家佔的數 不是很多 老人家住就是自己 以前買下來自己住 買下來自己住 變成業主是老人家 業主是老人家 業主是老人家 住客也是老人家 就沒得搬的了 就想著自己去那些都帶我來的了 老人家就 根據我比較熟悉這行的 老人家的位數少 位數少 譬如說 應該最多是佔10%左右 為什麼第一年紀大 有些都分配到公屋 還有它自己有些 物業變成是出租的 變成是 就是調轉的角色 還有年紀大 一般 如果業主來說 要管你租下年紀大 相對來說 大家覺得風險會比較大 就不太想租 一超過六七十歲 七八十歲 就要考慮一下 你家人有沒有跟你一起住 你平安健健康 已經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去救急 那又在業主的立場 當然不是這麼歡迎這些老人家 所以在這個通訪之中 大概最多佔百分十左右 是長者 即是變成了一年輕化 七十二家房客年輕化 是啊 他們買屁樓 家人就逼 有些自己出來就租個地方 那個通訪的出現 真的很明顯基於樓價飆升 不單止業主供不起樓 要將房間間租 用來租 因為劏房容易租 因為人們不喜歡用共用廁所等等 而租客也是因為樓價飆升 買不起樓 申請公屋又申請不到 可能基於入息問題剛剛過了一點 你一個二人家庭 超過一萬元左右 你申請不到公屋 是不是 就算申請公安 這些都有排排 都要找些單位住住 才導致到劏房那個需求 就不斷增加 劏房那個出現 其實全香港很多區都有的 不是只是 新界就少了 就是全灣都多 如果去到屯門 那邊就少了很多 元朗那個少了很多 那個需求問題 需求問題 劏房都是在市區 市中新區 最初就在北角 灣仔 觀塘 深水埗 那裡開始 接著就延到荃灣 去到屯門 那些因為租金便宜了 是是 不需要劏房 是吧 因為早幾年 天水埗的租金 都是三千多元 三四千元租金 一個單位 獨立單位 屯門那些 都是三千多元 租到獨立單位 沒有什麼需要 因為成本高 但是那邊的租金 都在升 現在升 現在都幾貴 可能遲多幾年 那些租金 不斷升 即是 將來屯門 天水埗 元朗都開始有劏房 現在元朗到時候 七千元一尺 哈哈 即是 樓價不斷升 以前元朗 用什麼 這麼貴 那個價錢 劏房那個出現 當然有需求 但是劏房 即是最近這個 土瓜環的意外 即是四師五命 是吧 令到整個政府 就開始關注 社會人士 都突然間 驚醒 已經劏房的問題 其實過去那幾年 我們在立法會 都提過很多次 即是 劏房出現的時候 我們已經講 即是 隨時出現這個 的慘劇 因為你很明顯地看到的 即是 劏房出現就是 去一個單位 只有一個門口進去 進去之後 有時候有條走廊 跟著 就分開三個四個單位 如果 香港很特別的 所有的窗門 全部都鎖緊了 自我問題 是吧 即是就鋼窗 即是鋁窗 總之都鎖緊了 你爬不出去 有時候 變成說 如果一有這個火警意外 如果是近門口那個單位 火警意外 裡面那兩三個單位 就沒得走 其實那個設計 很清楚 是隨時出現這個 的慘劇 其實我 那天看電視 我自己這樣感覺 政府 譬如說 宣傳 怎麼在火災的時候 怎麼保護自己 很重要的 就是好像 走下來的那些 譬如說 弄一些毛巾 怎麼大毛巾 弄一些濕的水呢 就蓋在面上 或者怎樣去 就是在危急的情況之下 怎樣去應付這個環境 那些事情 惡劣的環境 應該政府又要做多些事情 令到現在 就是住了 你那當然是那個應變問題 但是那個客觀環境 我說那個客觀環境 當你那個客觀環境 極為惡劣的時候 你怎樣適應急 都沒有用 因為你已經走不出去 就是譬如去那個 情況就是 第一 就有些如果那個管理差的 走火通道就塞了 有很多異言物品放在那裡 是不是 有很多的雜物 導致那個居民 逃走無門 逃生無門 導致被迫 被迫在那個位置 那個劏房的出現 譬如以前那些72家房額 大家看到 那些位置就較為鬆一點 還有72家房額那些 就是用一些小小木板 或者一些屏風 一個單位間 那個頂都通的 是不是 一腳伸下去 那些間隔就倒了 但是現在的劏房 很多是用磚的 做得好 做專長的 嘩 真是你找取打都不甩 你不要說 真的找腳硬 所以劏房的出現 你是製造一個安全的危機 就是 當你那個劏房劏得密 劏得細的時候 而你那個單位是很密集 只有一個出口的時候 那個危險性是存在的 是有的 其實呢 如果是可以的話 應該就是 套房都要在 即使說不拆 拆也有拆很多輪度的 如果應該就是 做一些消防的設施 在裡面 就是灑水系統 就是比如說 好像你的酒店 你超過七間房 你必須有個消防的設施 就是加強下去 那其實呢 如果你現在已經是千千萬萬的套房 你一拆 我其實擔心 你不拆不死 我拆了會死的 因為一個拱陣的力量 我看《桃瓜雲》 《紅磡奶奶奶》的時候 就因為它有錢不見的 我以此要叫它拆 你一拆下去 有一個拱陣 令到它失去平衡 因為中銀的號碼 已經拆了 整個地盤已經傾斜了 所以你要拆 又會令到很多附著用 就是好像觀塘的拆的旗樓 不拆呢 不拆樓 一拆就拆 就是變成 這個歷史遺樓的問題 現在就說 一個人已經得了病的了 那你怎樣去治療 最好的方式 我覺得消防方面呢 就要加強去 就是要給業主 一個租下一個安全的設施 去加強 那劏房那個問題出現呢 可能製造這個消防危險的問題 但是如果要拆的呢 也都可能引致到其他結構安全的問題 那至於劏房的情況 還有就是有些什麼應變的措施 還有將來怎麼處理呢 我們休息一會兒 回來大家再談一下 好晚啊